如何吃正确吃面包蟹 首先把这个蟹膏给它搭出来 这蟹膏咱们留着做蟹黄酱 超棒 蟹塞 这个蟹塞吃多了 这个是过滤脏东西的 不要吃 这个全部摘掉 然后呢 这个大漆子给它摘掉 剩下的就是就很多的很多的肉啊 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喜欢吃 来我直接摸啊 我不建议大家吃这么这样吃面包蟹 面包蟹这样吃没有味道 没有灵魂 回去以后直接红烧一下 吃会好吃 嗯 糕特别香啊 喜欢吃的来我直接摸 你说这么好面包蟹 您不来我家吃 我这一个蟹只挣你几块钱啊 糕特别鲜啊 特别香 每年的黄金补饿季节补饿啊 这是我们家的面包蟹 老人小孩 营养价值高 喜欢来我直接摸 正在直播 面包蟹才是好的面包蟹 这样子啊 这个是脂肪把它摘掉啊 有的粉是不说这个蟹有点咸啊 就是这个脂肪有点咸啊 咱们拔开这个蟹看看这个肥度啊 如果这个蟹肥的话 我不要别的 只要一个小红星支持我一下啊 给他关注 哎呀 这么好的蟹啊 来我直见播 正在直播 面包蟹是好的面包蟹啊 这样面包蟹才是好的面包蟹啊 满高满黄满肉哈 来 想吃的来我直播间 又到了一年一度吃笋的季节了哈 这个笋啊 太划算啊 哎呦 把这个皮戒掉啊 就吃这边那个嫩笋啊 这是做的是 辣味啊 微辣 酸啊 酸辣味 好吃啊 好吃 特别解腻 今天给大家煮一个鲜活的龙虾 看一下啊 这个龙虾还是 狐狸还是挺好的 然后春季波龙现在是最肥的 过了这个季节的话 可能波龙就没有那么肥了 喜欢的赶紧赶紧购买啊 双鸡 我说实话 我有生之年吃过各种海鲜哈 咱家这个海 这个面包蟹哈 我吃过是膏兑满的一种蟹啊 你看这膏 嗯啊 它这个虚眼峰三层啊 这是黄 这是膏 这是黄啊 底边是肉啊 吃膏吃黄吃肉啊 特别香 要熟动的啊 安排 今年的进口海鲜啊 是真的便宜啊 看这肥高啊 这个叫面包蟹啊 这个是团队英国 主要吃膏的啊 这一只啊 我就可以吃的饱哈 嗯 关键喜欢吃面包蟹的双鸡啊 好香 浓沙尾 嗯 小黄烧下的 免用肺 哈喽 粉丝们 来个面包蟹啊 不要从这里开 一定要从这边开啊 再敲一会就热门了啊 不能再敲了啊 好嘞 兄弟们看着肥度 哦 今天面包蟹真的便宜啊 真的便宜啊 嗯 来看一下 关键的 还高多 嗯 嗯 嗯 就到了一个吃海螺的记忆啊 这个海螺非常的肥美的 可以看到 这个是半斤规格的啊 条上你们喜欢吃的蜜料啊 来上来上一圈啊 哇 真的特别好吃啊 如果你们喜欢吃海螺的 可以来上一袋小黄车来买三斤送一斤 买三斤送一斤啊 哎呀 拆一刀咱家的大鱿鱼啊 看一下啊 哎呦 我去 买买一大盘啊 我早都放不下了 哎呦 放不下了啊 咱们来个大鱿鱼啊 哎呀 嗯 嗯 幼稚心意有光泽啊 超香 两只桩 嗯 一包 两桩 三包 哎呀 太多了 来我直播间吧 还再送两包 哎呀 咱家的面包蟹都是满高满黄 没有高没有黄 咱还给你包赔 你说你不来我家吃 非要到外面吃那么贵的 我想不明白了 嗯 看看 冰淇淋口感 高黄肉啊 特别香 这么好 面包蟹 一只他几十块钱 不要在外面饭店吃那么贵的啊 嗯 小王叔来上一家 一个龙虾的外边吃一两百 来我家吧啊 熟动波龙一百九十八三只啊 看看肥肚怎么样 哎呦 哎呦 看看吧 满满的都是肉啊 这是个公虾啊 公虾啊 公虾是吃肉的啊 哎呀 嗯 嗯 鲜嫩可口啊 看肉质啊 活虾鲜嫩弄了啊 嗯 嗯 这么 哎呦 那我已经不肥了 我很多时候我家明明写冻了好几年了 你给我个胆我也不敢啊 现在这个管那么严啊啊 来把尾巴戒掉 来 把这个塞啊塞不要吃啊 不要吃这个塞啊 这个很多人很喜欢吃啊 千万不要吃这个是过滤脏东西的啊 在这边摘掉啊 这个黄呢 你可以做蟹黄 先拌面啊 拌面啊 蟹黄酱什么都行啊 这边有个有个胃还要摘掉 牙齿也要摘掉啊 然后这样的就可以吃了啊 做一朵红烧麻辣 淘气好吃 来 我直播间 嗯 一刀一年一度啊 吃面膜蟹的季节啊 鲜活鲜众哈 吃完才会棒 哎呀 赶紧在我直播间哈 正在直播 哎呀 咱家面膜蟹都是满高满黄 没有高没有黄 咱还给你包培 你说你不来我家吃 非要到外面吃那么贵的 我想要明白了 看看 冰淇淋口感 高黄肉啊 特别香 这么好面膜蟹 一只才几十块钱 不要在外面饭店吃的那么贵了啊 嗯 赶紧在哪里家 不允许你们到外面吃那么贵的剥了我面膜蟹啊 嗯 看起来这面膜蟹 超酸啊 嗯 鱼鱼鱼鱼的啊 嗯 赶紧来我直播间 正在直播哈 好面膜蟹你不吃 这一只才几十块钱 到外面吃那么贵的 吃了一只几百块钱的 我就想不明白兄弟嘛 这么好的蟹 赶紧来我直播间 你看这个肥肚 哎呀 太香了 来我直播间正在直播 我想不明白 到外面吃一只 几百块钱 我家一只才几十块钱 哎呀 来我直播间正在直播 吃个面膜蟹哈 首先把这个尾巴给摘掉 然后呢 这边的挂黄子给取出来啊 放一边 这里面有个蟹塞和蟹味啊 给它摘掉蟹味 这个啊 摘掉 这里面两个蟹塞啊 蟹塞是不能吃的 过滤脏东西啊 有的粉丝特别喜欢吃啊 不要吃了以后啊 这样的就可以吃了啊 剁一剁 红烧一把 拿着回家 来我直播间正在直播 哎呀 没有辣油的面包 其实没有灵魂的 嗯 香啊 我不是跟我这一样 回家蒸着吃啊 说不好吃啊 说点心 你红烧一下啊 嗯 好香 嗯 嗯 嗯 香啊 那非常香 咋的面包蟹啊 就这么空口吃 就这么蒸一下吃就很好吃啊 嗯 嗯 香味 喜欢吃面包蟹 赶紧来我直播间 面包蟹啊 一只才几十块钱 你们非不吃啊 非要到身边吃那么贵的啊 咱们有人说粉丝是不是 身边就一层高啊 不肥啊 咱们打开里面看看是不是很多高啊 看看这个羊啊 哎呀 全是 全是高啊 就这么好吃 喜欢吃 来我直播间 这样面包蟹啊 你说他是肥还是不肥呢啊 你们自己来说 这个是啊 满满的啊 反正他非常饱满啊 有些人就因为这一点啊 不吃啊 这个叫他的脂肪 可吃可不吃 这个一点咸啊 可以把它划掉了啊 剩下就是他里面的这个大糕啊 这个糕特别香啊 如果你喜欢吃这么好面包蟹 来我直播间正在直播 他一只他几十块钱 上面长了长了这个 他说这个变质了 说这个黑的是没点啊 给退回来了啊 咱们说实话 咱家这个面包蟹啊 这个是珊瑚啊 这个是他自身带的颜色啊 咱们打开一个看一下肥不肥啊 哎呀 就这么肥啊 满满的全色啊 喜欢吃的话 来我直播间正在直播啊 面包蟹还吃成这样子啊 一定要把这个尾巴里摘掉 这里面啊 两个塞给他摘了啊 这边也摘掉啊 这么好面包蟹 今天早贵了啊 但是咱直播间卖的便宜啊 因为咱们给粉丝留的啊 如果是咱家粉丝的话 点个关注啊 嗯 这么肥啊 来我直播间正在直播啊 直播 还没有买过咱家面包蟹的粉丝们 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咱家面包蟹啊 肥肚调皮好 嗯 新开了后哈 尝试肉啊 尝试高 又香又鲜 已经说冻了好几年 你看看颜色就知道 这冻了好几年了 嗯 来我直播间 现在直播啊 这么好 这么鲜面包蟹 你们不吃 非要到市面上去买 那么贵的面包蟹 你说老板咱这个冻的啊 咱冻的口感也特别好啊 这样熟冻啊 是保存工艺啊 嗯 谁叫现在的面包蟹都没有活都没有膏呢 啊 想吃这么好面包蟹来我家直播先 现在直播 嗯 嗯 吃蟹啊 这里是用满膏满黄满肉蟹啊 咱们家面包蟹啊 就到货了啊 嗯 太香了啊 喜欢吃面包蟹 赶紧点我直播间啊 正在直播 很多人没吃过大家面包蟹啊 像这种 下面有一点点白色的这个叫脂肪啊 这个可以吃可以不吃啊 然后剩下咱们家这个这个货啊 真的超级超肥啊 大家看一看 这个肥度啊 里面有三个部分组成 高黄肉啊 这么好的面包蟹 如果你喜欢吃 赶紧来我直播间 正在直播 哎呦 爆了 不允许你们在外面吃那么贵面包蟹 一直要卖个 哎呦 这么好的蟹 你说他卖不出去呢 兄弟们 哎呀 这么好 这么肥啊 喜欢吃面包蟹 赶紧来我直播间 正在直播啊 吃龙虾的时候尽量不要蘸辣油啊 真的 烙费食材啊 我觉得龙虾上最好吃就是这个这根筋啊 这个筋很好吃啊 那烧气 心态又不好吃啊 那我直播间吧 如果这可以吃龙虾尾啊 首先把它剪一下啊 啊 可能总是现在 到了一说 到了七虾尾的夏节 七虾尾的季节 确实如此啊 哎呀 这样的虾尾哈 吃起来才有感觉啊 这是蒜泥酱啊 嗯 嗯 烧 烧细 喜欢 总是说 都已经到了一年一度吃龙虾尾的季节 确实的啊 哎呀 太香了啊 来 可能人家买小龙虾啊 茜子没有肉啊 人家冬虾茜子有肉啊 嗯 嗯 香了 新碗又爆了 我的妈呀 今年是第一次爆啊 嗯 继续会啊 老狗就说 我吃的不业哈 你们太冤枉人了啊 嗯 嗯 又到了一年度 大龙虾的季节了 信用卡他又爆了啊 嗯 哎呀 就是个味哈 喜欢吃龙虾 喜欢吃面包蟹 来我直播一下啊 谁说熟动波龙不划算 谁说熟动波龙不清鲜 我们家的波龙2019年的新货 真的很划算 真的很新鲜 大家购物车可以下单 好吃不贵啊 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有面子啊 你送龙虾比别的都有面子 相信我 购物车下单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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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